华晨蓉应该说这个姿态啊 应该说比对手要摆的要低 金铭斋 金铭斋连续两下扣下一周双赛 有一定的轮换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这个轮换啊 又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变 看似化解的蜻蜓点水 但其实那一波进攻啊 鲁能是非常好的机会 给我们看啊 亲热 对 给我们整个后方敲响了警钟 对 好球 金铭斋这个转移还是 挑成叫个金铭斋 金铭斋的脚底拉球啊 摆脱对手的郝俊敏 是伸手最起码能碰到对手 对 这种半吊子 你看让人随便的去这种船啊 瞄着船 还是第一点被陆能抢到了 这下第二点保护的不错 是金铭斋回到进取里 好的 打完这个足球杯的比赛之后 接下来的赛程 其实也同样的都很艰苦 王刚进去了 船到门前 这太靠近王大雷了 看看还能不能挣到这个点 金铭斋 金铭斋把球挣下来 摇程 非常好的配合啊 而且这球你们看就是 对 两个人来夹击 主意 好的 于大宝对落点的判断 这一下 抽筋了 这一点要啊 好 金铭斋好像是抽筋了 前面的所有的都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漂亮 非常杰出啊 已经进入商庭古时了 金铭斋 欠缺一点点运气 我们距离淘汰路能 进入到眼睛当中 天气有多热 谢谢